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派很惊奇 我是大宇 现在中国华北 东北深受洪水影响 在人们印象里 北方本不该是这样 但就像今年一位大陆歌手唱的颠倒歌那样 这气象也如大陆官场的人一样变得颠倒起来 而这种颠倒的情况在本次中国华北的水灾中 也有多种体现 八月下雪您见过吗 虽说8月8号是立秋 但还是处在每年的三福天的期间 可是就在这前一晚 河北廊坊的香河县安平镇 当地居民拍到大雪纷飞 还有8月5号的河北平山地区也下雪了 同样的 大宴南飞都是在金秋时节 然而现在三福天都还没过 河北保定就有人拍到成群大宴拍成多个队形 一路南迁 很反常 而地方官以前都被称为父母官 他们距离各个地方百姓最近能深切体察民情 灾难来时应当保护民众为最优 而现在颠倒过来了 灾情中党官往往是集体失踪 等灾情过去了才会迈着官老爷的步子 悠悠闲闲闲的去受灾地区转一圈 保定有一个女市长就是这样的 而且还涉嫌表演亲民秀玩摆拍 河北书记也是在8月6号去了趟桌州洪水已经退了的安全地带 被民众抓拍到在网上曝光 他也是灾后现身 甚至还有其手下跑去阻止民众拍照 这个河北省的党委书记在洪水淹没桌州的时候还在喊 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 所以这次进来去作秀 有当地居民就反问 说你要做护城河 还要你省长市长干什么呢 而且在目前的行平时代 官员什么都等着上面下指示 不敢多做 做多了 万一上面不满意 不仅白做还影响仕途 不做事呢 像当局号召的那样的听令而动 反而呢可能不会出什么问题 同时呢也符合了中共党官 施卫速参的传统 所以呢 现在就出来个怪现象 好多官员主动躺平 不作为 只等着上面下令 也是令洪水恶化的原因之一 然而呢 引发河北严重水情的最颠倒之处啊 还是邢平当局 下令保雄安 因为呢是习心目中的小北京 是他心目中的副都 北京资深记者高于8月8号发推文说 一名原政府体改委的老处长 讲了几句话 说得很到位 说天津呢 作为副都是最合适的 根本没必要安排雄安 另外呢 那个卓州 因为就挨着北京 所以自然而然就起到了 给北京分流的作用 不少中共的大型央企 科技企业 研究机构 都在卓州设置了二级单位 而这次泄洪呢 是要用海拔19到69米的卓州 来保海拔7到19米的雄安 令卓州猝不及防 不止当地农业 很多北京的重要部门的二级机构呢 其实也都在那儿都被淹得很惨 就比如呢 有一家在卓州的石油物碳研究院 就损失掉上百亿人民币 这种种颠倒的表现呢 只会让事情恶化 也势必会威胁到中共体制自身 现在早已是败向平线了 2022年3月4号 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的四扇大门 被风吹倒 历史上前所未有 太和殿的高度近27米 是紫禁城中规模最大 也最气派的殿宇 以前明清的皇帝登基 大婚 策立皇后 命将出征等等 关系国座的重要活动 都在太和殿举行 象征性极强 台湾有个疫经学会 这个学会的一个指导委员呢 叫蔡如新 他当时对媒体说 洋宅在风水学上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门 是洋宅排凶纳吉之处 大门被风吹倒 表示守护这个门的力量 已经很弱 象征的是旧朝代的崩塌 陨落 这是去年的事 一年多以后 紫禁城又出现泡水 而且是在7月底的短短一周内 两次泡水 按说呢 就算雨水很大 紫禁城也不该这样 我们现在就用点时间 讲讲紫禁城的排水设计 明朝的永乐地朱棣 下令修建紫禁城 包含许多天地奥妙 巧思绝人 历时14年建成 他中轴县的选址 坐北朝南的面向 九五之位的安排 中轴县汉龙的龙脉 还有紫禁城内外水系 包括中南海等 组成的水龙的龙脉 都是依照极其精深的学问 建造布局 有人曾把紫禁城所有大小店 与房屋连接起来 俯瞰下去就像是一尊巨佛的背影 那就说整个紫禁城的建设非同凡响 当然也包括它的排水系统 首先故宫地势是北高南低 中间高两边低 北门神五门比南门五门的海拔高出大约两米 这一北高南低的颇降 为自然排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故宫内部排水系统很精密 包括明渠 暗沟 离首 前沿等不同的排水设施 先说故宫核心的主体建筑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三座大殿都建在8.13米高的三层台积上 台积四周栏杆的底部有排放雨水的孔洞 每根望柱下面还有一个雕琢精美的石龙头 名曰离首 离首口内是凿通的圆孔 也是辅助排水的孔道 所有台积上的离首加在一起 总共有1142个龙头排水孔 而且所有基座台面一致向外侧稍微倾斜 所以每逢雨天 雨水会自然的流到四周 从基座上的离首排出 还因此形成了千龙喷水的一道景观 然后排出的水会顺着台积四周的石槽排水沟流走 怎么流呢 紫禁城的排水系统以皇帝的正中玉道为分水线 东西两侧的地势逐渐降低 雨水能顺着地形往东西两侧 经过重重设施 流进紫禁城城墙外侧52米宽的护城河 因为故宫内部建筑很多 有大小90多个院落 每座院落相互组阁 那为了顺利排水 紫禁城内设置了很多的明沟 暗沟 寒洞 流水沟岩等等纵横交错 保留至今的古代雨水沟长度超过15公里 暗沟长度总计有13公里 刚才我们说的 从大殿还有各个院落排出的雨水 就通过这些明暗沟渠流入紫禁城内的一条大的排水道 名曰内津水河 河道曲折蜿蜒穿承而过 总长度有2000多米 而内津水河又与紫禁城城墙外的护城河相连 也就是外津水河 那么外津水河再把水排入中南海等处 中南海是紫禁城城墙外水系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外还有大明豪、太平湖、西苑太叶石、后海等 都可以用来给紫禁城排序洪水 也能帮助紫禁城抵御外部的雨水洪流 作为缓冲 一旦外部有汛情 这些池子能汛满水 保证外面的水不会灌入紫禁城 咱们这是概括的讲 各种细节的巧妙安排风水考虑 那比这复杂的多 所以从600多年前紫禁城建好 到后来历史上洪水都没有淹过紫禁城 最严重的也就是触及城墙 这也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如今紫禁城内也出现了烙水 对此目前流传有不同的解释 一个是官方的说法 说游客扔垃圾 垃圾把排水道给堵了 这很牵强 等于是公开承认 你紫禁城的工作人员没有做好日常的维护 可是这样说的目的 有可能是给真正别的原因转移焦点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中共对老北京的改造 包括紫禁城周边地区的改造 破坏了原本的排水结构 造成排水不顺 那么还有一点跟这一说法有关 也跟风水学有关 就说外部的严重洪水出现了倒灌的现象 中南海等等这种给紫禁城排水和挡水的水坑 无法顺利排水了 导致倒灌进中南海的水堵在那里 进而造成紫禁城里的水也无法顺利的倾泻 就出现了淤积 有一位很有名的风水师叫风水豪 他在前些日子接受了海外媒体 看中国的采访就提到这一点 他说紫禁城淹水是因为中南海堵塞造成的 紫禁城是黄泉的象征 现在水色中南海紫禁城泡水是王朝不稳之兆 其实说来也奇怪 最近长途奔袭这个华北的台风暴雨 本来要按照地理方位来说台湾是最危险的 可是偏偏最近几年台风接近台湾就闪开 8月初的杜苏瑞就绕开了台湾 先从福建登陆 然后长驱直入进入了华北和东北 这本来看着绝对影响不到的地方 都受到了绝对的影响 而刚刚又形成了一个卡努台风 也是奇迹般的急转弯 远离台湾而去 又在快接近日本时90度转弯北上 向朝鲜半岛还有中国东北进发 十分的诡异 而台湾在卡努台风经过台湾东北部海面时 多多少少受到了台风外围的一些影响 南投也爆发了大洪水 但并没有导致全台湾遭受多么剧烈的水灾 相反 扫到台湾的卡努台风外围 却帮助台湾降雨 让各大水库蓄满了水 成了助力 登陆大陆是灾 跑到台湾却成了滋补 台媒纷纷报道 卡努台风帮台湾各大水库大进补 给水库集水区带来了显著的降雨 那么台湾水情是整体好转 桃园石门水库 新竹永和山水库 苗栗的明德水库 李渔潭水库 日月潭水库 仁义潭水库等等 蓄水量都接近百分之百 而宝山水库 宝山第二水库 云林湖山水库 南华水库 全都达到百分之百的蓄水量 竟变成了一件喜事 而有的台湾朋友对于台风绕行 水库进补的事 没有喊什么在某某党的英明领导下 而是说什么呢 有的说这是天意 有的说这是神在掌管世界 所以人心要善良 不可多杀生 不可浪费奢侈 珍惜万物 敬重天地 自然天地都保护 还有像我之前引用的一位网友说的 这是台湾人的信仰 善良 尊天敬地的集体意识 以及科学治国 毋庸置疑的 还有来自天上的保护与祝福促成的 他也告诫说台湾人一旦失去爱心 自私自利 不谦卑的敬天爱地 失去感恩的心 那么福气也会随之而去 这都是台湾网友的议论 我们可以见到 虽然只隔着一个海峡 但是人民脑子里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而这很可能至关重要 你装着几十年共产党灌输的东西 台风去了就变成灾 你装着知恩从善 敬天礼佛 省身律己的传统意识 台风要么见你就走 要不就变成滋补的语录 有时候咱们不承认这一点还真不行 人真的太渺小了 不要成天想着共产党式的 战天斗地 损人利己 怀着敬畏天地的心 总不是坏事 说到这儿呢 我想起了台湾有一位挺火的 在网上公开课 讲中国文学文化的老师 好像姓欧啊 他有一段话呢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文学呢 也是艺术嘛 对吧 所以他就讲艺术的起源 那大意是说呢 艺术起源目前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比较正统的说法呀 就是人为了赞美神而产生了艺术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后来为了服务政治搞出来的 说是劳动者创造了艺术 他说呢 这就是马列创造的说法 他们否定神啊 把他们那套理论中的劳动者 摆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说劳动者创造了这个 劳动者创造了那个 但他提出了他和学界的质疑 这在大陆呢是听不到的 他说呢 大意是啊 劳动者固然辛苦 但艺术呢是很精致精细的 不是你随便拉船石啊 喊几声耗子 干活时猴几声啊 就能搞出来的 所以他认为马列这个观点呢 基本上在学界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呢 这在大陆不仅被奉为归孽 而且不允许你有别的说法 说艺术是因为赞美神而产生的 那共产党啊 就要迫害你了 那你说共产党是什么 我们现在呢 这个时代呀 可能什么都不是简简单单的 如果真存在 玛雅预言中说的宇宙更新 其他议员中说的新旧交替 净化新生 那正好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宣扬无神论 净化论的共产党 跟正面力量较量的共产党 那就是现在人自我救赎 迈向新生的最大障碍 难道不是吗 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 咱们就来回顾一下 最近几年的这些台风啊 是如何奇迹般的绕台而行的 台湾位于菲律宾板块 欧亚板块的交界处 正处于西太平洋台风生成 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 所以呢 每年都会面临台风的袭击 那根据台湾气象统计的数据啊 从1911年到2019年 台湾平均每年呢 遭遇三次台风 最多的一年甚至达到七个 甚至更多 有的破坏力很大 比如1977年的塞洛马台风 登陆台湾短短几个小时 就造成台湾南部严重的损失 被称为二战以来呢 台湾最大的迫害性事件 不过呢 最近几年呢 却出现一种神奇的现象 2019年8月下旬的 白鹿台风以来呢 已经有14场台风啊 都出现在台湾的周边 但最后呢 都巧妙地避开 这14场台风啊 分别是2019年的米塔 2020年的黄蜂 哈格比 还有米克拉 巴威 闪电 2021年的采云 烟花 卢碧 灿树 圆归 2022年的宣兰诺 梅花 泥沙 其中呢 闪电台风 只差40公里就要上岸了 但是呢 最终也没有登陆 我在2020年8月呢 还曾在推文中啊 介绍过台风8V 在台湾以东海面 升成之后呢 却绕开台湾一路北上 经过朝鲜直扑 中国东北 成为1949年以来 登陆东北辽宁地区的最强台风 登陆时呢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 在那前不久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刚在记者会上说呀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一语成衬 另外呢 从日本电视台NHK 2022年制作的 台风预估路径图 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7月到10月间的台风 都在靠近台湾后啊 突然转弯 刮向日本 而6月 11月 12月的台风啊 干脆啊 直接朝东南亚移动 然后刮向大陆 整个画面看起来呢 所有台风就好像有意识一样 在抵达台湾之前呢 接到什么命令 完美地避开了台湾 没有台风登陆台湾的现象啊 在历史上也有过 比如1960年代啊 从有一度多达34场台风啊 都没有经过台湾 可能大小的都算在一起啊 那么1972到1973年 连续两年没有台风登陆 但连续三年以上 没有台风直接重创台湾的 目前呢 这个历史时期啊 还是首次 如果今后几个月呢 也没有台风登陆台湾 那么将写下 2019年的同一时期 到2023年 连续四年 没有台风登陆台湾的记录 那台湾最近几年怎么了呢 除了一些科学家的解释之外呢 台湾最大的变化 就是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运动爆发之后 台湾民众呢 普遍拒绝中共的态度 变得非常明确 别说台风了 就连2019年底爆发的病毒疫情 都没有在台湾泛滥的太严重 这听起来呢 好像没什么直接联系 但是我却认为呢 这是最好的解释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派演惊奇 欢迎您分别关注和订阅 我在干净世界 还有YouTube上的 新闻派演惊奇频道 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查看我们的制定留言 那么下期节目再见